哈嘍大家好我是達海爾 今天這部影片來聊一下黑色烏夜草案 賽季3新推出的三隻限定角色 那這集推出的三隻角色分別是泳裝 亞斯塔 泳裝恰米以及泳裝凡妮莎 那我們先看到這期推出的泳裝 亞斯塔 他是紅色屬性坦克職業的角色 那在基礎屬性上面跟其他所有 亞斯塔一樣他沒有辦法獲得任何的魔力 其他基礎屬性中擁有坦克裡面都非常高的體力 以及防禦 覺醒4跟覺醒5會加的屬性則是暴擊耐性 好呢我們再回來聊亞斯塔的技能 首先他的技能一效果是攻擊完之後 可以接觸敵人身上的一個增益效果 升級不會提升技能的攻擊力不過會提升 解除增益效果的概率 滿等就是百分之百一定可以接觸敵人身上的一個增益效果 技能二則是同樣會攻擊敵人單體 並且會將所有有軍的一個負面狀態 轉移到自己身上 那轉移過來的那個負面狀態 跟自己身上的所有負面狀態都會被清除掉 那負面狀態就是一些像攻擊 魔力減少或者速度減少之類的狀態 但是不包括一些像是凍結 冰凍變異沉默 挑撥 或者持續傷害類等等的狀態 在面對會給出簡易的敵人 像是燕嵐之類的效果還是蠻不錯的 而且如果你有他的技能卡的話 還可以再更進一步強化他的二技能 在有成功解除掉任意一個負面狀態的場合 他會獲得一回合的不死效果 被動效果也可以讓他或者所有坦克 每解除一個負面狀態的時候 就恢復最大生命上限的百分之五 強化的二技能或者被動效果 對亞斯達的幫助都非常巨大 不過前提當然就是你打的對手 要能夠給你上簡易狀態 最後是亞斯達的必殺技效果 他會攻擊敵方單體敵人 並且對敵方單體敵人 有很高的機率造成嘲諷的效果 對其他所有敵人則是有 機率可以造成嘲諷的效果 提升技能等級之後對敵方單體 就是百分之百的嘲諷效果 對其他 所有敵人則是最高有34%的嘲諷效果 再來他的協力技能效果 同樣會攻擊敵方單體 並且會對敵方單體有 非常高的機率造成暈眩的效果 技能等級5的時候有75%的機率 會暈眩敵方單體 應該是遊戲裡面目前機率最高的 一個暈眩效果了 可惜的是就是只能暈眩敵方單體啦 再來LR被動的效果 可以在戰鬥開始的時候 第一回合免疫所有狀態異常的效果 狀態異常就是一些 讓我們無法行動的效果 像是暈眩凍結變異 那這個被動跟鑽石的LR被動 有一點像 不過鑽石的是 讓我們全體角色免疫 負面狀態 那可以想見有這個被動效果之後 應該可以讓亞斯塔 在競技場有一點出場率 之後再防 像是 利爾的大招或者前面說到的 鑽石的聯繫技能 都會有不錯的效果 再來他覺醒到LR2之後的效果則是 沒有一個敵人受到嘲諷狀態 他受到的傷害量就會減少3% 雖然如果能夠群體嘲諷 減12%的傷害是還蠻多的 不過亞斯塔主要也就大招 才有嘲諷的功能 而且只能嘲諷一回合 所以我覺得會不如一些其他角色 樸實無華的減傷效果 畢竟大招也好 比較久才可以開一次嘛 好那下一次來聊泳裝凡妮莎 他是這次所有角色裡面 卡面最香的一個角色 可能也是因為如此 他的一技能在攻擊完敵方單體之後 會對敵人造成出血的效果 被這麼香的角色打到 留一點鼻血是正常的嘛 再來二技能效果則是 同樣會對敵方單體造成傷害 並且在造成完傷害之後 自己會獲得兩回合 保護祝福的效果 保護的祝福效果是在 每次有傷害減免成功的場合 就會獲得8%的體力恢復效果 如果你有他的技能卡的話 在成功傷害減免的場合 會給自己15% 魔力增加的效果 然後覺醒版會有30% 魔力增加的效果 提升的魔力量傷害量會是比較可觀的 而且這個被動是給所有攻擊手 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翻譯沙最好是多疊一點傷害減免 那當然另外也會強化他原先二技能的效果 讓他的二技能也可以給自己 兩回合的負面狀態免疫效果 不過既然都要疊傷害減免了 輔助才能裡面有一個才能的效果 是傷害減免成功的場合的時候就會有 一回合負面狀態免疫的效果 所以技能卡對二技能本身的強化是比較一般的 但被動給其他魔力 或者傷害減免疊比較高的攻擊手去使用 可能效果也會不錯 接著是他終結技的效果 他會攻擊敵方全體 並且會有50%的機率 對敵方全體都造成 技能二沈沒的效果 同樣比較可惜的是他只有沈沒掉技能二 沒有沈沒掉大招 所以敵人如果sp 夠的話 還是可以放大招的 而且另外還有兩個小缺點 一個就是他這個不是百分之百機率沈沒 第二個就是他的基礎速度只有103 不見得能夠先出手沈沒到敵人 再來是他的協力技能效果 在敵人身上有負面簡易狀態的時候 他會在自己提升傷害之後 對敵人單體進行攻擊 追行到LR之後的被動效果則是 在回合開始的時候會給我發 速度最低的兩個友軍提供保護的效果 保護的作用就是敵人用單體技能 沒有辦法指定那名角色去進行攻擊 不過他這個被動同樣有不少缺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用群體攻擊就可以打到嗎 第二個則是 他是給兩名速度最低的友方 提供保護效果 但速度最低的角色 通常不是坦克就是奶媽 他們通常也比較硬一點 所以這個保護的效果 可能就得搭配好隊友 或者在實戰中調好速度 才會比較有效果 覺醒到LR2以上 則是會根據自己的傷害減免數值 來提供自己額外的傷害量 凡尼莎基礎數值中 傷害減免本來就比較高 每層的覺醒也都會額外 提供傷害減免的效果 覺醒到L25有231點的傷害減免 被動效果在你傷害減免達到310以上的時候 就會額外提供10%的傷害量 那除了傷害減免特別高以外 凡尼莎其實也是 在遊戲推出之後 目前魔力最高的一個角色 所以配合像我們前面提到的專屬技能卡 在成功傷害減免的場合 他額外提高的魔力 對他傷害的提升 肯定是會更巨大的 特別提一下凡尼莎覺醒2被動 在滿爵之後是可以提供最多 35%的傷害增加的 那如果傷害減免不夠的話 這期活動可以拿到的免費技能卡 他還可以額外提供一些傷害減免的效果 最後一隻賽季限定角色 則是藍色屬性的奶媽 泳裝恰米 那這個恰米他跟上一期的卡赫諾 可能會比較相似一點 一技能同樣都是攻擊敵人之後 會給友軍持續恢復的效果 不過不一樣的是 泳裝恰米他還有幾率可以給友軍恢復 SP這點跟我們賽季一的米莫殺 可能比較類似 再來是恰米的二技能 這個同樣是給持續恢復的效果 不過這一次是給全體友軍 都會有兩回合的持續恢復效果 並且還會解除我方 友軍正在受到的一個持續傷害 如果你有他的專屬技能卡的話 二技能的效果還會給友軍兩回合的 還否三暴擊耐性增加 相當於36%的暴擊抗性 除非你被集中攻擊 不然的話敵人是很難暴擊的 技能卡能夠提供 所有奶媽的被動效果則是 體力在90%以上的時候 滿絕可以減少25%所說的傷害 靈圖則是10% 是目前減傷效果比較出色的一張技能卡 那二技能本身的效果看著可能不太強 但是他CD其實只有兩個回合 所以二技能基本上能夠常駐 給所有友軍 基於恰米最大體力的持續恢復效果 如果能再配合專屬的暴擊抗性 整體效果還是比較強的 傷害是恰米的必殺技 效果是可以給我方全體友軍恢復 基於自身最大體力10%的 治療量持續兩回合 並且還會給所有友軍兩回合的 level 3防禦增加 以及45%的概率給友軍提供一個SP 升級技能則能夠提高恰米的治療量 加設你有10萬血 每回合回20% 恰米的最大體力 就是每回合給所有友軍回復 20000點的血量 那這也是體力奶比較大的一個缺點 就是奶量可能比較小 不過在場上會比較硬一點 恰米協力技能的效果則是可以給友軍 提供魔力增加以及 概率獲得一個SP 最後是恰米被動技能的效果 首先覺醒到L二之後 可以鋪施烏滑的提供 更多的體力 或者10%體力增加 覺醒到L二則是能夠 在友軍回合結束的時候 就直接給友軍提供 最大體力3%的恢復效果 基礎數值方面 恰米擁有奶媽裡面 特別高的體力 防禦以及比較快的速度 但相對的他的攻擊跟魔力的數值 跟其他奶媽對比可能就比較低一點 覺醒4覺醒5則是可以額外提供恰米一些 傷害減免的效果 好哈呢這一期的三隻賽季角色 我們就都簡單聊完了 有沒有哪一隻角色是你覺得 強度可能會比較高的 或者你覺得這一期的強度 可能都比較普通 三隻角色裡面我自己啊就是 如果後面有會需要坦克的場合 我會覺得亞斯塔可能會比較好用 不過一大缺點就是他不能跟 賽季一的紅色亞斯塔同時上場嗎 那個賽季一的亞斯塔真的蠻強的 但我自己最想要的角色的話 可能就還得是看卡妞了 凡妮莎真的是這一次幾隻角色裡面 最香的角色了 至於實戰表現的話 我會認為如果你能夠把凡妮莎覺醒5 他的強度肯定會比較高的 怎麼我感覺綠色的攻擊手好像 覺醒高了之後都會比較強 像之前的利希特或者萊雅 那如果你是新玩家的話 三隻角色裡面的奶媽 那恰米可能會是一個更實用的角色 前期各種魔攻或者高難關卡 由於一個奶媽真的可以比較好 幫助你通關 恰米除了做奶媽以外 也能夠持續提供一些 傷害減免跟SP恢復的效果 但這一次賽季三的角色 目前看來我並不覺得會有 賽季二的諾埃爾 或賽季一的亞斯塔的強度那麼亮眼 不過畢竟還是限定角色 難保不會未來的某個場合 你剛好會需要那個限定角色 但你當時沒有抽到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 你可以考慮去抽這一期的限定池 然後再靠自選選擇 你沒有抽到的角色 至於常駐角色 大部分其實靠限定池去歪 就很容易歪到 當然我也不確定後面幾期推出的魔法 帝他實際強度會如何 想要的話 你可能也可以等等看看 卡池推出期間會不會有魔法帝的卡池 那總之這部影片就先要到這邊 希望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 看完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我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